这就是我们凤天城最繁华的街道了 当然可能是跟那个香港牙 什么上海牙这些是没法比的 小马姑娘 非常感谢你陪我散心 有心杀敌 无力回天 这让大家失望啊 不不 您千万别这么说 您别太悲伤 振作起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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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给我一口 你吃吧 是 是 给你吃 你吃吧 你吃吧 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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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吃啊 高先生 您这边请 慢慢吃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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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好人哪 给我 拿出来 没事 没事 给我 快 快拿出来 高先生 您看啊 这个凤天城乃至整个中国 其实人民都是民不聊生苦难连连 但是呢 就连乞丐他都有怜爱之心 他都懂得把仅有的面包 让给更加饥饿的乞丐 人性的光辉呀 对呀 作为同胞应该互助友爱 面临生死共同进退 那 那国家才有希望 对呀 可是我一个人 又怎么能够面对群狼呢 更何况我一家老小都在他们手里 这 实在是 不 您不是一个人 您还有我们呢 还有你们 三元哪 这事啊 我们是为了人世间的平等与正义 你得有所作为 助一臂之力 我才是维护人世间平等与正义好的 可我是官方 这事我管不了 你说我是抓赌局后台啊 还是抓亚保群众 再说了 我们头一再招呼 不让我们管 被日本人收骂就来了 不是 邓哥干什么 试探一下 三元哪 这个事情你得办哪 老朱啊 等你什么时候 当上我们警局的头 你再对我发号施令 行吗 不你 老朱 走 咱别跟他废话 他正义守护之神呢 他就是一个花纳税人银元的摆设 你走 这 这儿 不是这几个字吧 这 这儿对不对啊 是 对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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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了 看过了啊 这里边字都没错 别等到人丢人哪 这玩意 是 老婆 三元 周老板 三元 小三 朱老板呢 要不是 三元寻母 就是会恰点来你看 来得早不是来得巧啊 赶紧吧 来搭把手吧 帮他干活吧 快点 算点钱吧 这老陈了 我跟老婆没那么明白 不是不是不是 朱老板呢 你说咱这个店里 确实这个团建呢 该搞一下了 这是干重活的时候 干体力活的时候 你看 大西大西不在 朱一群 朱一群 带着姑娘进屋了 你说 就剩我跟老姑俩 这儿老肉病残 不是 就剩我跟老姑 一个老肉病残 和一个壮年了 你这事咋整 带 带姑娘进屋了好了 进屋了 进啥屋 进屋 进屋啊 进老板的卧室啊 我 我找他去啊 不是不是不是 三元 不是 你能上去干啥呢 你现在不能上 找他有事 真不能上 不能 你弄不过 不行 不行 不能上 不能上 你不能进去 冷酷啊 不能进屋 你在这 他们在屋里干啥呢 干好事 不是不是 不是干坏事 你放心好了啊 绝对没有坏事 你要不要喝点茶 你冷静冷静你 我喝不下 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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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群 你在里边吗 干嘛呀 干嘛呀 人家女孩子打理衣服 你看什么呀 那眼珠子怎么进到肉上 你俩在屋里干啥呢 什么干 柳三元 你怎么来了呢 我们在这儿 给小三设计造型的呀 你也不出手 那只能小三上了 大赌局的举牌小姐 多少都得漏点 还得漏点 这个裙子多少 好像有些长 再 再 再提 再提漏了 就要那个感觉 对 老朱啊 就不能让满葫芦来吗 你说什么呢 柳三元 什么意思你 我说 换个人是吧 三元哪 等你什么时候 当了我们店的董事长 你再对我发好事了呀 这话听得耳熟不 想起来没 是不是在哪儿听过 别说 小三啊 你要记住啊 你的动作 跟你的仪态 也特别地重要 男人做一排 这个时候 你举着牌子 从他们身边走过 一定要扭起来 浪起来 我教你 跟我学 注意啊 把罐子扭起来 再扭 再扭 对了 然后 回头一笑 这个时候 带你 你老打岔呢 屁股不行 你怎么不行呢 柳三元 你堂堂一个警官 你不愿意为了奉天百姓做贡献 我 那只能为一个女孩子来了 小三啊 如果我要是有三元这个身材 和她的细胳膊细腿 我就替你上了 朱啊 实在不行就我上了 你看人家三元警官都心疼了 露露啊 那怎么能行呢 我可心疼你啊 小三 命可真苦啊 没人疼啊 不行啦 你俩别在我这儿肉麻了 我没人疼 我愿意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怎么样啊 没人哪 哎呀 哎 我愿意 他他他 第一局 榨金花 请排 有了 社团是想让高求输 所以 第一局他们绝对不会严加防范 那么我们就把第一局拿下 一定要赢 如果对方拿的不是豹子 他就提议我不跟 一旦对方拿的是豹子 社团就会暗示我 全押上去 那如果恰好你也拿到豹子了呢 发牌的全是他的人 他们绝对不会让我的豹子 大于他们的豹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看你底牌 三个K 就在这个时候 大西 就靠你了 你 偷的 怎么进来的 清准 清准 你 咱俩见了 你咱俩见了啊 我 你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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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眼啊 经常来一些要饭提讨啊 这不行 我记得还拐一拐 干什么 让我快走 老板 这事 你吓死了 我天我都没吃饭了 吃饭 你今天不来 你得出去 出去 你吃 我出去 那清准 你也给我点 这样 我出去 给我拿 这这什么事这是 给我给我 给我拿 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一个猫友子 居然敢来犯欠放肆 给我 拒一拒一拒 来 什么情况呀 你是谁呀 你是谁呀 你能干吗的呀 到我店里开耍猴辣的 我走 这谁要我带上现场 修理他造势 你还造势 这是我的店 我的地方 你们别给我造势 走 我老婆 我老婆 你记得了 你记得了 我干什么呀 老婆呀 你跟我来 来来来来 今天有活动我也跟你说 这件事情啊 我没告诉你 是 是 是 对不起 把他给我撵走 快撵走 打肥了你是不是啊 今儿让别进我房门 把他给我撵 撵走 我好悠悠呀 我啥悠悠 不能让外人来捣乱了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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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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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继续 请亮底牌 二 三 五 专持豹子 第一局 高球撑 第二局 第二局 麻将 这第一局 我们要造成是意外赢的 不能打草惊蛇 第二局 麻将 高小春 你要输 什么玩意儿啊 输 那不一比一平了吗 对 要让社团感觉 第一局 的确是意外赢下来的 他们会认为 一切 竟在掌握之中 胜负 我们放到第三局 不 第二局 无名之辈 胜肖 这五无名之辈 他太无名之辈 无名那家 我赢了都无名 他就是无名英雄 排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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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 决胜局 索哈 那个无名之辈 虽然没有名气 但是他的手法非常利落 你有我们哪 老顾 你装成摄影师 随时观察他们的风吹草动 一旦有情况 到后处找我 我去搅货 好 在第三局 这个 我相信社团 不会让我出任何搂子的 他们会暗中派一个人 在我后面偷看我的牌 没关系 莫人 靠你了 我跑足好一点 你要是做不好 咱们两个人又变成毛流子 来来去 老顾 咱们饭店最不擅长坑蒙拐骗的就是你 你要弥补一下你这个缺点 记住 我们不认识 我们没见过 我们没见过根本不认识 好吗 我努力 对了 老顾 你买菜 剩的钱 还有吗 给我用点 对不起 这位陌生人 我干吗把钱给你 我们俩根本不认识 你好酷啊 他就是个发条鸭 只要上上发条 他只会按轴转 好 不如这样吧 我们直接缩哈 看谁排档 你敢吗 赌的就是胆大 赢了你 我就扬名立万了 求之不得 发牌 来 排毒 吓死我 你看我这想的 给你 给你倒茶倒茶 你老弄个背着 老回来回乐胖 让我搞了找不着 来来来来 我赢了 漂亮 漂亮 走 赌神高丘 真是名不虚传哪 他的战绩是 一千零一胜 零负 下面 我宣布 这次比赛 走 老哥 你干嘛呀 有什么事明天说呗 我俩要孩子呢 别废话 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啊 你在这儿干嘛呢 你是谁啊你 你别说 你欠你 有枪 站过去 好嘞 过去 你的排气 有剑掌啊 是啊 这怎么可能呢 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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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杜斯 你 你 你 好 你 好 你 我 你 快 你 我 你 快 我高小春的小命不要了 开枪吧 你老婆和孩子呢 他们可是在我们手上 不好意思 刚刚没有跟你讲 在我开赌之前 沈老板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 现在已经安全回到香港了 不可能 你们怎么知道关押人的地方 难道我们内部出了奸细啊 说 谁是借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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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借机啊 敌那边啊 不敌敌 他呢 他 吃完饭 他也出去散步啊 巧了 我巧不成猪 一下就溜得到你们关他老婆 关他小孩那个地方 顺手就给救了 今晚就回来 闭嘴 喀啦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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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谁 今天这里的人都要杀了 都在死 你们都要死 我 你 好了 够了 你设计赌局 蒙骗百姓 把我说成一个赌神 不安好心 不得好死 开枪吧 神不是我们造的 是老百姓要的 百姓们要神 我们就给他们造神 两位大哥 两位大哥 如果我们的人都没事的话 会不会引起警察的怀疑啊 听 你说得有道理 喂 我们两个弄点轻伤 假装晕过去 这事情就完美了 哥 别跟他们废话了 现在弄死他们得了吧 啥 你炸 这话你带枪呢 炸这么多人啊 我还有点小紧张呢 苍天在上 黄土在下 一碗清酒 陪我上路 什么意思 没文化真可怕 你 不不不 我给您翻译一下啊 就是 在我们死之前 请允许我们喝完酒 这样麻木了 却不会痛 对对对 我相信 你们都是杀手界的仗艺人士 我们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然后就上路了 那我们也仁慈一回 好让我们来世见面 不那么尴尬 嘴 好 我给您拿酒 拿酒 我给你拿酒 文文 文文这好酒 那个 这酒还挺香啊 是 镇店的好酒 千金不卖的 老贵了你 你废什么话 拿碗去 拿碗 好的好的 你不不不跟我好 这么多人就让我拿碗 给您 倒上 倒两碗 来 到底还这么贵 你没换那么多呢 拿着给你喝我愿意 哥 过来 来个外卖啊 反正我就去啊 好 再见了各位 再见了各位 再见 小三 别人毒涂了 来 好 要不是我摊一下子 我估计现在爆出 根本就不是 哪是我啊 我劝他来着 要不然他根本就 怎么你劝 那我们起草了 如果当时没有我 扮成乞丐 这件事情能成吗 那不是我偷的吗 我扮成乞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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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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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小三 多亏了小三姑娘啊 我们不但抓获了 香港黑帮首脑 而且拿到他们 到处骗钱的证据 这次我们凤天出了大名了 小三姑娘 我这儿是 你都不知道 这昨天晚上 那这儿晚上 那下得得瑟瑟的 你们设计的局啊 一定很巧妙 朱老板 你可是很有智慧呀 你这脑袋怎么长的呀 行啊 随便长的 化肥都没上 你们得给我好好讲讲 你们是怎么把他们抓获的 我要找媒体 把你们的事迹 都详细地报道出来 要不是我那一下子不好说呀 那个悬崖勒马的假赌神呢 他呀 他走了 他决定回自己的家乡重重地 过安心的日子 回头是安 值得鼓励呀 乌乌 我问一下 百姓的那些钱呢 百姓的那些钱呢 百姓的那些钱 全奉天百姓的钱 一分不少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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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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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啊 我们做了一面锦旗 来表彰 小三姑娘 去 小三姑娘 用她的智慧和一腔热血 将黑帮一锅端了 小三姑娘 现在你是我们奉天的大金雄啊 英雄 对 英雄 对 我 我 我随便当他 我随便当他 小三啊 这回啊 你的酒也算是扬名立万的 嗯 萨儿啊 我觉得 咱们应该学那些香港社团 给你的酒编个故事 咱们吵吵作什么的 肯定能火 说得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吧 我的酒呢 它是个配方里面 还需要在家那里 英雄啊 快来人了 小三你过来看看 怎么回事 我的酒是好酒 就是它一般人没酒量 小三啊 为了咱们奉天大饭店的品牌 我劝你 在酒里边兑点水吧 好 她喝多了 好 余小姐 请允许我 叫你一声情 你知道吗 你那红红的脸蛋像苹果 你那甜蜜的笑容性 你喝米果 你那眼睛圆得像性子样 像本娜娜 你那嘟嘟嘟嘴 像本娜娜 快来 我突然想着你唱首歌 你的气如玉 你如火 你要尊前养活它 我觉得 咱俩还是直接 来个杯吧 什么晚上 你呀 这个我给你 拿我当于贝贝了吧 我看你最近是疯了吧 我听马葫芦说 你得谁抱谁 得谁亲谁 鬼上身了 你住点影响行不行 啥 啥影响 你以为 你以为我是你的 还吃过面糟 我告诉你 就咱们店里边 哪个女的能 能比得过我贝贝 你牛哄啥呀 你怎么就知道 那个于贝贝肯定喜欢你呢 那我必须知道 于贝贝她就是爱我 那爱的磁场 那我都感受到了 夸夸震我 你上一遍去 你别跟这抖乱 你别耽误了相思 你可拉倒了 那我问你 门口那车是你叫的吗 那喇叭不停了 是不等你呢 是 我 买菜去 什么 你骗谁呢 这都几点了 夜市都关门了 早是 你 你 您辛苦啊 我现在就跟你跟你做回报 好 请您 转告 泰君 最近呢 来我们小店了 都是一些平民百姓 营业额和这个 顾客的点名 那倒是逐步的 下滑 不是 那个 泰君客 他 他 他想听点什么 我们得到情报 明天 有革命党人 要途经此地 我猜 到时候他们会在你们大酒店 交接重要的情报 我 不是 你 你猜的 那你这啥玩意啊 你猜的 你咋就知道 人家就到咱们丰田大饭店呢 你 闭嘴 他们的下线 已经被我们给干掉了 在他身上 我们找到了你们饭店的优惠券 你好大的发现哪 你这逻辑你真拧巴了你这逻辑啊 我们知道 他们在上线 是一个女的 我们还知道 他们的街头暗号 是 是哪儿 鸳鸯鸦 鸳鸯鸯 我爱你 你爱我 明天 我们会找人化妆成他们的下线 到你们饭店 跟他们的上线接头 等拿到了重要情报以后 他们的上线就没有用了 到时候 到时候咋的 你负责处理尸体 我们 管啥不管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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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啊 啥玩意儿不是 你们做事啊 你 你得好事做到 不是好事 你这事你得做到底 你不能半途而废啊 你这玩意儿 你以后干大事你咋干呢 我告诉你啊 你回去啊 你稍微给泰军你带会儿 你说我这人哪 你做点这个文案的工作呀 这个写个文章啊 铺个歌啊 跳个曲儿啊 这行 你说你让我做那么暴力的吧 我到时候 你咋不听人讲完话呢 你这人哪 你让我做 你有点礼貌 等我说完呢 你干啥呢 你这 你有点礼貌行不行 你干啥呢 这你让我咋回去了 这一点礼貌都没叫我 走 走 起挥吧 再来一次 走你 你怎么还不走 再来一次呢 上门呢 我说老板呀 你要是扫地就扫地 你要是想弹琴 你就上楼去弹琴 我是扫地吗 我这不是扫你的吗 你怎么不上楼呢 你个大胖子 你晃不晃人呢 小妈妈 你说这个什么人 大半夜的还告诉我 我去买菜 都能撒谎 依我看呢 他肯定没干好事去了 我觉得不一定呀 他肯定就是坐着人力车 失恋一日有呗 什么凤凰院楼下初见的地儿呀 城门楼下初吻的地儿呀 还有护城河边上抱抱的地儿呀 得了吧 他哪有什么初吻的 就是个初见 就是见了一面而已 你别这么说啊 你怎么还不走 不是不是 我觉得余姑娘人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一个青楼女子能好哪去 逢场做戏 那是把我兄弟给骗了 这么多天了 她来看过什么人吗 我都替我兄弟不值 我觉得你说得有点道理啊 你看这么久了 她连封信都没写过 沈老板这下得得思念病 群群呀 你说她会不会是劈腿了 这几天哪 我就看莫人哪 印堂和花绿呀 你怎么又转过来了她 我得说说你们俩 我觉得你们太悲观了 咱们哪 得对余姑娘有点信心 你说余姑娘虽然出身不好 但架不住我们沈老板执着呀 慢慢的人都是会变的 你看你都不碍了劈腿了 从来没按过 这是想法都太阴暗了 小三啊 这个余姑娘她怎么回事啊 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都不联系我们沈老板啊 我觉得吧 这凡事还是得往好处想 我想 她应该是死了 你那是往好处想吗 给人想死了 鸳羊群 沈老板你回来了 鸳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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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买菜去了吗 谁 你呀 我呀 菜呢 什么玩意儿 菜呢 你买的菜在哪里 对啊 菜挺新鸣的 沈老板 嗯 朱老板说你印堂发黑 怕你 怕你磕死他相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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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要 我就是 我吹六弯不行吗 为了保护我心里 大家请不要 问我 问我细节 CIO C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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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此处已被日人埋伏 请革命党 让 请